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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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 W I N D O W D A T A V I D E O A R R P U S H V L 002 S G K 6 A 7 I M G H T T P E N U S G T I M G.C.O.M.L.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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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L 是攻打斬谁将笑到最后,时长约2分22秒,腾讯体育8月1日训,中超第15轮的较量,今晚加上演一场焦点对决,上海上港主场迎战天津全界,却黏在上港的主场,斤斤计较成为外界无法忘记的经典,愿驾在日首,是上港取胜继续追赶身前球队,还是全界在课场拖住上港前进的步伐, 两名葡萄牙教头佩雷拉和索萨的相遇同样是看点,看点一,愿驾日首,斤斤计较成经典,去年两队在中超和足鞋杯进行了四番战,中超两场全部占平,足鞋杯上港则演技,为经典的翻牌之作,比赛结果或使外界已经忘记,但斤斤计较这个新词,却成为去年中国足坛的一大焦点事件, 这一次相遇,上港又是作真主场,去年的一幕环,会上演,看点二,葡萄牙得比,少赛季结束后,上港和全界都进行了换帅,上港用佩雷拉取代了博埃斯,继续使用葡萄牙教练,而全界则用索萨取代了卡纳马罗,由葡萄牙教头顶替一意大利教头,随着本托离开重庆,佩雷拉与索萨,成为中超赛场仅有的两人, 葡萄牙教练,值得一劫的是,半驼,为下课之前,带领重庆面对上港和全界军输求,这一次的葡萄牙教头得比,佩雷拉和索萨谁能笑到最后,看点三,上港判取胜继续追分,虽然丢掉领头羊位置,而足邪杯,又被国安淘汰,但上港还是用无比一战胜人和及时止住颓势,对于只有中超一条战线的上港来说, 已经不容有失,与全界的对决取胜将给国安施压,如果鲁能和国安本轮军不胜,上港将在上三一轮的情况,想重新成为领头羊,并且夺得半城冠军,佩雷拉的球队,肯定不想错过这样的机会, 看点四,上港受益亚运U23新政,索萨庆幸还有张修雷,上港虽然有三名U23球员被征兆,但除了陈冰军之外,都是属于凑人头的兴致,本场比赛仅需一名U23球员首发即可, 而对于全界,本来说,留一名一人被征兆,而且是球队的绝对主力,则让索萨有点为难,除了一名首发U23球员外,还得安排一名T5登场,但有张修为赞,首发的人群无需担忧, 判点五,实力脚板,上港攻防俱佳,尽管亚冠和足鞋被连续出局,但上高的攻防数据,仍然都是中超的顶尖水平,以33球超越国安重新夺回了中超最强攻击力的头衔,而13场比赛丢12球的数据,除了武能之外,没有球队可以挺美, 更关键的是,中超标王奥斯卡本赛季召太极佳,上轮面队员和二续二传,与全舰的对决,奥斯卡则发挥左右胜负,看点六,全舰紧三万元,莫德斯特成关键,维特赛尔仍在休假模式中,而且能否回归全舰还是未知数,且不论即将重启的压冠赛事,目前的中超, 左上也只能依靠莫德斯特,帕托和全静元三名外援,但莫德斯特间歇期回来后一直没有恢复状态,幸运的是杨旭及时补缺,连续三场比赛进球,但如果莫德斯特能找回感觉,全舰从上海他再次带走分数的几率就到大增加,看点七,无类冲击中超第一人宝座,上轮与人和的比赛,无类取得进,球后, 中超赛场的中间球数,已经达到了88例,追凭了记录保持者韩鹏,如果与全舰的比赛有所斩获,无类将正式成为中超第一人,值得一提的是,上赛季上岗客场1比1,占拼全舰的比赛,无类就为上岗取得首颗记录的一球,本场还能再立新功,扎库米。